永连村位于江苏张家岗市南风镇东侧 于1970年在长江边唯肯建村 曾是张家岗市面积最小 人口最少 经济最落后的一个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 随着一座炸钢厂的建立 村民的生活开始发生变化 30多年过去了 现在村里的状况如何了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整齐的街道 错落的高楼 优美的环境 再加上一应俱全的配套设施 如今的永连村颠覆了很多人对于村庄的认识 而在40多年前 这里却是苏州地区版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贫困小村 戴志河是永连村的第一批村民 今年已经75岁 看起那时村里的生活条件 他依然记忆犹新 一开始只有两间半的草房 还铺不上稻草房盖的油帽卷 起风下雨漏 起风防止响 那个日子 想想真要掉眼泪啊 为改善这一局面 永连村把握住改革开放的奇迹 走上了一公新村的道路 1984年 永连村看准苏南农村便富 加加改新房的机会 克服人员 资金 材料等难题 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建起一个小型炸钢厂 戴志河就此成为这个农民钢厂的第一批员工 亲眼见证钢厂一步步发展壮大 凭借着永远人的不懈努力 这个小小的炸钢厂如今已发展成其采矿 炼铁 炼钢和炸钢为一体的大型联合钢铁企业 近年来永钢集团还顺应时代要求 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加大投入 在扩大产量的同时 尽可能地降低钢铁生产 对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 此外永连村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 推动工业反补农业 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 在离钢厂不远的地方 就是永连村的蔬菜基地 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基地大棚冬季取暖 靠的就是钢厂为实现循环经济负能炼钢 而投资建设的余热输送管网 钢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些余热 通过管道然后供到我们基地 把里面的加温箱里的水加到80度左右 循环到每一个棚 让棚里的温度维持在18到25度左右 这样子就能保证我们的菜能周年生产 像一些反击的番茄黄瓜 都能在棚里正常地生长了 今日的永连 村域面积12平方公里 拥有村民11761人 在中国60万个行政村中 经济总量名列前茅 村民的生活更是蒸蒸日上 目前 船村99%的村民实现了集中居住 99%的耕地实现了集体流转 99%的劳动力实现了就业 真正让大家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现在舒服了 都做得那么好 那么吃心 都是现在花了心来的冰箱 踹点空调 根本想不到一种好的那个晚点 干杯 干杯 干杯